創意比財 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大論事務今天為什麼開高者低 磨胎子 他在壓低結算 這種壓低結算的功能 具有回馬槍洗盤的效果 所以這個盤的一個架構 洗完盤之後 當然還會再走高 不用過度的擔心 擔心的是你的股票問題 該怎麼處理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分析 你看看這檔精神科 是不是在洗盤 成像高達2萬7000多張 這種量大的一檔基油股 如果他洗盤的力道越強 他未來的漲勢就會越大 昨天推薦給你的 經驗度低劑 約賺去年前半年的水準 昨天出現2萬3000多張的新天亮 我為什麼告訴你 一高人膽大 昨天可以買 一亮仙價型概念 昨天出現新天亮 他當然還有高點 還記得當時我佈局原百 這一天我這一天才買的 出現新天亮三萬多張 買了之後有沒有往上走高 知道一檔股票 幾乎是肯定百元會去的 昨天的精神科當然要買 我買在17.1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昨天買完之後 亮燈鎖漲停 今天精神科就如同大盤的一個結構 摩胎子特定人士在壓低結算 回馬槍洗完盤之後 就如同今天的一個精神科 微盤拉高 今天台股沒有拉高 正常 但有些個股 明天就有機會止跌了 就有機會開始往上走高了 這我提供給你的盤面的一個結構 所以一檔股票 如果還會再漲 不要輕易的被洗掉 但是這檔連加就不一樣了 昨天連加 每月一說 臨時上兩位數字的機油股 7000多張新天亮 形態突破了 亮星價型概念 昨天連加20.75可以買 大概有兩個鐘頭 都在20.75 20以下 買完之後亮燈 昨天有沒有賺超過半根漲的一半 現買現賺 是昨天台股回檔五天 我所提供給你看法以及操作經驗 是不是 所以整個連加的一個架構 今天9點15分 林前波高有賣壓 23附近先賣 9點15分 他的一個股價在23 你去對價 今天連加 因為 濱臨前波高 我認為不會過 前波高在這裡 遇到前波高有賣壓會壓回 所以今天要賣 如果今天遇到前波高賣壓不中 我就會等他創新高再賣 所以亮價 籌碼形態的一個掌握 當然很重要 林前高有賣壓 所以連加今天23先賣 賣完之後 尾盤21.95 有沒有賣差半根 是不是 所以整個連加你去算 從昨天的20.75 到今天23的一個賣點 兩天11% 也不錯 至少這個賣點是對的 明天看會不會止跌 明天如果止跌了 馬上立刻切回 好不好 所以股票的一個操作 我當然喜歡每一檔都大波段 但是該做短就做短 所以連加2天11%也不錯 就像這檔康空 昨天他除息 除息之後貼息 表現不好 昨天立馬賣出 那今天康空呢 盤中的跌停板 所以行情的一個脈絡 其實有機可循 你今天看到 台股其實不會跌太重 那種回馬槍 你就看到很多個股 它是跌停板的 包括這檔散熱模組的起哄 今天跌停板40.95 這檔股票 我們是在6月10號 形態突破 開始買 馬上34.3 我做了兩趟 對不對 上禮拜四創播段高 是6.5 千萬老師賣給你看 上禮拜四的時間加位 都給你對過了 創新高有賣壓 就賣壓 就跟著賣 是不是 所以整個齊鴻 上禮拜四賣出的動作 相信朋友 你有目共睹吧 對 禮拜四的節目 你自己去網路上調出來看 我當天是不是公開我的賣點 那46塊半賣掉之後 前兩天還有相對的高點 如果你認同 健好是社會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你認同的是我的一個專業 前兩天 你都還有46附近可以賣 今天跌停板 今天跌停板 40.95 各位 你賣了嗎 你們的老師帶你賣了嗎 相信今天很多分析師會告訴你 今天因為董良要賣股票 所以他跌停板 如果一檔股票跌停板 再來找理由 你的操作會一塌無土 你應該在他 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 先尋找一個賣出的一個機會 就買點是在這邊 我做了兩波段 沒有錯吧 買點是不是在低檔 賣點是不是在高檔 我上禮拜就告訴過你了 散熱模組的相關個股 是在高檔區的個股 不要亂去追高 要懂得逢高拔檔 不要去亂追高清老師的股票 我講了N遍了 你有沒有聽進去 明明一樣是股票 但是操作的手法不一樣 結果就是不一樣 禮拜四 就是告訴你齊鴻要賣 上禮拜四肯定的賣出 賣完之後 今天為什麼會跌停板 你知道原因跟理由嗎 你知道原因跟理由嗎 不要每次事後再來放炮 事後再來尋求自我安慰 如果你們老師只會 每次都帶你去胡亂追高 追高了之後 跌停板假裝不見 那你跟他操作 有什麼任何幫助 所以上禮拜四的這一檔 散熱模組的操縱 我一樣提醒你要賣 我說買點你家 還記得吧 當天賣掉 旗紅嘛 當天告訴你 散熱模組的操縱一樣 打到這邊才買 不要漲了一大段去追這個高點 高點去抽能鬧那些分析師 我相信你有目共睹 但是會告訴你全身而退 要告訴你找賣店的分析師 又是少數 因為股票市場上 贏家總是頂尖的少數 所以上禮拜四的操縱 告訴你這邊要賣 這邊才可以賣 操縱今天 當然沒有向齊鴻重挫 但是我認為這還是高黨局 高黨局去抽能鬧 你的利潤有幾成 你的風險可以承受多少 這是你自己要去評估的地方 不要人云亦云 另外一檔散熱模組的一個態度 6月18號這邊我賣了 賺了30% 我賣了這一天 賣完之後我這邊 什麼時候跟你推薦過 沒有 縱使他有衝高 那又怎麼樣 留一些給別人要賺 我賺這一段 賺這一段 當時有一條生命支撐線 還記得吧 來到生命支撐跟我買這樣上去三層 賺最好賺了一段 但是最有風險的那一段不要去抽能鬧 所以今天泰作一樣藏黑 要小心 所以散熱模組當然是屬於高檔區的個股 不要跟隨著市場上隨波逐流 對你來講風險相當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建老師在看一檔個股 他的勁 他的一個出場點 相信對你的操作是非常有幫助的 上去那一段要賺到他的利潤 下跌那一段要避開 不要計劃說賣要追高點 但相對高點你跟我出場的 相信今天散熱模組的一個回檔修正 你是可以安然度過 安然度過之後 接下來紙鐵訊號出來再做接回動作 你自己看一下這檔聚機也是一樣 上禮拜Michael LED領導廠商 我買在1 2 3 隔天漲到1 3 1 我沒有賣 大漲6.5% 我說短線你不要去追 要買 押回再考慮 我給你提醒非常中肯 不要追高 要買等押回 講得多明確 我就希望一檔股票已經衝上去了 創高了 你要會跟我賣 講完之後隔天我就賣 因為沒辦法過高 那就賣 賣在130 這上禮拜三的動作 昨天的聚機殺到120 130到120差了10塊錢 我說如果今天的聚機殺住我就會接回 今天聚機我接回了嗎 我有接回了嗎 明天我會做最後的確認 好不好 我會做最後的確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個賣出的位置多麼精彩 這都不是石頭放炮 上禮拜三 這個位置24號130賣 往上走高 不管是三天還是五天 短波段的價格 滿足點到了就賣 賣完之後 這三個假日還有130附近可以賣 但你多不賣 今天剩一把差12塊錢是不是 所以明天如果聚機有出現 明確的止跌訊號 我會做機會的動作 低進高出高出完再低階 是你在股票市場上 贏家不變一個法則 沒有第二條路 難道你要喜歡追高殺低 難道你每天都要去追那種大漲 漲低買股票 講得天花夜譚頭頭是道 但是實際上做的確是 都在告訴會員去做最高的事情 我不曉得同樣你在看節目 有沒有懂得看門道 真的不要隨便去跟人家湊熱鬧 湊熱鬧的結果 相信今天很多黨 高檔區的個股殺下來 當時候是誰推進 給你去追高的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在第一個階段 節目即將尾聲的同時 告訴你一檔底部型態剛完整的 而且剛突破的 這要起漲點 這要發動的一個買點 它的基本面 第二季營收創新高 你看到這樣基本面 你看到這種底部型態剛發動的 你又看到它的籌碼面 你覺得這樣個股也會破斷行情 會不會過前波高 會不會希望這種股票剛發動的 籌碼漂亮的 基本面有成長力道的 波段利潤跟清老師一起來掌握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還有兩天的機會 因為從8月1號開始 清老師這邊要開始調漲收割的標準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需求的 現在來找清老師 你比較有空間 所以再度的提醒你 這個重磅消息 8月1號開始 就是後天 全面的調漲價格 你想要擁有比較理想的 入會門檻的 希望今天的電話 你自己給它撥通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接狗支付 LiPay 開錢包 全個折抵無上限 ViuPong Happy Go 80點限則20元 網民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10里數 立即開啟55688APP 點數折抵最划算 全通投顧蔡老師 重磅訊息公告 從8月1日起 就是後天 就從後天開始調漲會備 現在加入會員正是時候 請您速洽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刻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師投資操盤新法 彩色青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是讓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最佳利器 一輸在手 受用無窮 蔡老師入會分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全通投顧蔡老師 重磅訊息公告 從8月1日起 就是後天 就從後天開始調漲會備 現在加入會員正是時候 請您速洽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車怎麼開的 好噴噴喔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1.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2.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3.消費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4.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5.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拖劃疑等就對了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這一檔圍影在上禮拜三 等了三個月的時間 形態突破我才進去 5G最賺錢的公司就是圍影 青年度賺了38塊錢 所以等待了三個月的時間 破了一個轉折 當然有它的一個價值所在 對不對 三個月嘛 對 這邊晃來晃去 買這個位置發動了 上去2 30塊錢的利潤嗎 是不是 375有買 買完之後隔天397 禮拜五大盤跌又漲11塊錢 昨天禮拜400了 然後整宿關卡了 我有沒有提醒你不要去追 短線不要去追 已經賺了二幾塊錢了 今天圍影最低374 跟大盤一樣 洗盤耶 昨天提醒你不要追高嘛 今天提醒你不要殺低嘛 因為最低374 我買了幾塊錢的 我買在375的 所以光這兩天唯一你看得懂的 你會有20塊錢的一個價差 簡單來講就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常常提醒你 現在觀眾 我知道你支持我 也常常鎖定我的節目 但是不要胡亂追高我的股票 其他高檔區的個股也是一樣 高檔區一追 有時候那套的一個下來 風險是好幾層 你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昨天我是不是提醒你 來到400的圍影不追 有沒有啊 昨天節目你自己去看 創新高 你去做那鬧 你今天就會被洗掉 做股票經常都是這樣 你什麼時候喜歡去買股票 股票在起的 有沒有漲停盤 你會受不了那個市場上的氣氛嗎 追 那今天殺下來了 市場上氣氛告訴你 不要 你又賣在低檔了 你是不是都要做股票 你如果這樣做股票 因為我都不會賺錢 就從上個禮拜 三二模組的齊鴻 告訴你要賣 46.5 賣 高檔區不是嗎 難道他叫低檔區嗎 是不是 三天叫轉折嘛 短波段賣壓出籠了嘛 那就跟我賣啊 難道要等到跌停盤40.95了 然後市場上新聞告訴你 因為董良要賣他的一個持股了 所以今天才跌停盤 安慰自己有用嗎 做股票跌停盤 是來安慰你自己的嗎 如果你今天看到你持股 是重做跌停盤的 而你們的分析師 已經按摩輪柱住的 來找慶祥老師 我幫你解決問題 慶祥老師是有忍耐幫你解決 持股任何雲南雜政問題的分析師 因為我低檔會賣 高檔會更會帶你出場 帶你避開風險相當重要 不要每天多只想賺錢賺錢賺錢 來到股票市場上誰不想賺錢 但是風險的考量往往擺在利潤前面 風險先考量進去 你的利潤才可以長長久久 不要太短視 就像你在選擇分析師 有些人口莫橫飛 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實際上操作 跟實際上戴慧人的一個操作 電視上講的跟實際上 戴慧人操作是不一樣的 那你怎麼辦 你要懂得迷途之反 不要一錯再錯 所以整個高檔區的個股 散熱模組的告訴你要賣 齊宏 泰塑 操縱 或是雙宏都一樣 是不是 LED的 MicroLED的聚機 一樣上禮拜三 130要賣 那不是很高檔嗎 衝上去了再追嗎 追你就會套 何苦來哉 所以如果你到現在 還是不會賣股票的 希望千好是這邊的一個 高明的一個操盤手法 可以得到你一個青睞 讓我來幫助你 好不好 是不是 你看這個微軟也是創新高 那天告訴你要賣 長了一大段在追嗎 不對吧 創高 對 至少你觀望也OK 欣賞也OK 欣賞他如何見高點 學習一下一檔股票 他的一個轉折位置 出現在什麼時候 你要學的是那種專業的技巧 也就是說同樣的個股發生同樣的量價 充滿形態 你是應該站在買方還是站在賣方的 所以有時候漲多的個股 你去看他怎麼創高嗎 看他怎麼下來嗎 我上禮拜這個位置146 我們告訴你他要下來的 這是賣點不是買點 有啊沒有 所以學習 專業的一個操盤技術 那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我這邊所提供給你的內容 雖然我稍微有看報有時候 沒辦法 因為其他分析師也在看我的節目 在模仿我的一個講法 或是學習我的一個操盤手法 這你們應該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雖然有一些看報 但是該給你們知道的 還是會讓你們知道 因為至少要給你們印證一定一個實力 你說是不是 所以高檔區的個股 我能提醒你的多告訴你要站在賣方 低檔區即將轉折向上的股票 我也告訴你 要懂得站在賣方 上禮拜三的華新科 我說這次達到164.5 中長性看好 我講了N遍 華新科如果來到160以下 那是本益比很低的超爾利潤買點 但是他達到164.5就不低了 所以我上禮拜三告訴你 中長性看好 中長性看好 168.5可不買 隔天169可不低接 這都是很清楚的一個講法 看好就要懂得低檔買 是不是 低檔買完之後收盤172 禮拜四收172之後告訴你 三天之內必見中長紅 結果隔天禮拜五 有沒有中紅 來到177.5的 禮拜一來到180.5的 往上墊高 今天一個華新科來到183 剛好來到前波高附近了 沒辦法過高 所以我今天先賣出 先減碼今天華新科 10點22分 華新科在180附近先賣 23分 有沒有 經過一分鐘股價180.5 你去對價 不然大概賣在180跟180.5 這是我今天的動作 上去這樣有十幾塊 是不是 是不是低檔 你自己看是不是在低檔 低檔風險比較低 利潤 看你用多少資金來跟我合作 10張也有十幾萬 對不對 100張也有100多萬 這是我們的一個動作 才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到前波高沒辦法過高 那就選擇先站再賣方 就如同今天為什麼要賣廉價 嗯 站股票 6288的 林前波高 有賣壓 一樣沒辦法過高 那23先賣 昨天買20.75到今天23 剛好兩天就11% 2天賣一支漲停盤 也算不錯 你可以去比較定存 很多分析是說這樣跟你 類比 定存一年才1% 如果有一種投資商品 兩天就11% 你要不要賺 你要不要來找信用法社合作 我能做的我盡量做給你 不然是短波段的還是大波段的 能賺盡量賺 多投行情 掌握住類股人動輪 長的一個結構 你有賺不完利潤 我講了好久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進去 什麼低檔區高檔區賣 這種操盤邏輯性 其實很簡單 但是能做到的還是少數 因為股票市場上 贏家總是頂尖的少數 所以今天華新科 180 賣 收盤 177 所以我當然是賣對 當然華新科 既然中長線看好 如果明後天 有止捷訊號 不排除做接圍的動作 另外一檔 低檔區 即將發動的個股 被動元件的國區 一樣在上禮拜三 告訴你中長線看好 股價倒到252 很強 250以下 都是本益比超額利潤的買點 所以來到252就不底了 是不是 中長線看好 255.5可不可以買 隔天256可不可以低接 低接完之後 收258 今天的國區266 266了 從256到266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有10塊錢利潤 買個10張 10萬塊錢也不錯 是不是 難道你沒有10張的一個實力的資金 來跟金老師合作嗎 所以整個一個盤式的一個架構 今天雖然開高走低 很多個股是重挫的 這要洗盤 洗盤的過程 所以你要避開的是 那種高檔區即將轉落的個股 我之前不是告訴過你嗎 內股會輪動輪漲 它也會輪跌 它也會輪跌 所以要閃開那些高檔區 轉落即將重挫的個股 資金買什麼股票 買這種底部型態的 夠低了吧 基本面第二季營收創新高 夠好了吧 籌碼低檔 農資水位再那麼低 非常漂亮的籌碼面 我介紹給你股票 有基本面 有籌碼面 技術型態是底部 剛發動的個股 我認為要過錢不高不是問題 如果掌握這檔 價錢投資概念基歐股 所帶給你破斷行情 希望8月1號之前 親老師可以得到你的好消息 8月1號開始 極陽調漲收費一個價格 所以你現在來找親老師 你比較有所謂的一個 彈性的空間 你比較有討價房間的空間 有任何問題需要幫忙你的地方 儘早跟我聯絡上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非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請YouTube印通財新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 看到 YouTube日視點間 線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師精準談事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啊 YouTube印通財新台頻道 不管是跟你安賴在一起 陳通投顧蔡老師 重放訊息公告 從8月1日起 就是後天 就從後天開始調整會費 現在加入會員正是時候 請您速洽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陳獨顧蔡老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忽有20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代理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膽結構 掌握抬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革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小 靈我攻守 正能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誤會感謝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的車啊 油門一出下去 沒有任何一個人